哈喽大家好 每日一更的小师姐又来了 在娱乐圈里边 偷偷摸摸摸谈恋爱可谓是常见的操作 而在被狗仔或者网友发现后 大部分是两种操作 那就是承认和否认 但假如男女双方 没事先商议好的话 很可能就会出现一方承认 一方否认的情况 甚至双方还会因此闹掰哦 下面我们就来看韩国演艺圈中 这种巨甘大的翻车现场吧 第一对李章宇 吴连旭 李章宇和吴连旭 2013年1月传出绯闻 当时吴连旭正在出演假想恋爱节目 我们结婚了 与李准搭档出演假想夫妇 展开了一系列甜蜜互动 大家也都知道这种综艺节目是半真半假 既有自己真实感情的付出 也有节目组设定好的台词互动 可在他们甜蜜互动的暗示下 观众们投以了真诚的祝福 突然这种美好幸福的假象被打破了 有记者拍到了吴连旭 私下与同组男演员李章宇压马路的照片 照片中的吴连旭与李章宇 毫不避讳拥抱 喜喜打闹 大众哗然 吴连旭不但在节目上用自己的好演技 展现了自己和李准的新婚甜蜜 又在私下里用好演技征服了电视剧男演员 谈起了真实的恋爱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啊 这样的指责随着吴连旭承认恋情 而变得愈发激烈 问题就发生在那之后 宇接受指责 承认恋情的吴连旭不同 他的恋爱对象李章宇没有回应恋爱传闻 宇具体承认 双方已经交往一个月的吴连旭不同 对于这段恋情 李章宇始终表现出既不肯定也不否认的态度 观众们认为受到了他的欺骗 欺骗了李准的感情 李准也确实因为这个恶性事件受到了伤害 观众声讨要求他的节目下车道歉 最后在舆论压力下 迅速下车了 吴连旭和李准都累撒现场 下车后 李章宇才间接承认了与吴连旭在交往 但是该消息被报道没多久后 就传出了吴连旭和李章宇分手的消息 演艺界相关人士透露 两人分手就是因为李章宇消极的姿态 孙兴敏 名额 Girls Day名额与足球选手孙兴敏传出了绯闻 2014年某媒体公开了两人约会的照片 照片里面是戴着帽子的名额和孙兴敏在车里约会的场景 两人的约会不止一次 有一次名额还被目击到拿着帽子孙兴敏送给他的花束 从车里出来的场景 两个人还去了能看到汉江和南山的约会热门去处 两人手牵手在深夜散步的场景 在咖啡厅里情义绵绵地笑着聊天的样子也被拍到了 孙兴敏和名额中是名额率先承认了恋情 名额承认了恋情 可孙兴敏却一直坚称毫无根据 情况变得很尴尬 之后 名额在综艺节目中被问到当时的情况时 她说自己独自流泪 表示不想再想起这件事 宋远亨 Daisy 这件事发生在2019年 当时正好在2019年情人节 Icon宋远亨和Mommeland的Daisy传出了绯闻 媒体称两人已经交往了三个月左右 他们还是大三学生的时候相识的 随后成了朋友 大约三到四个月前开始约会 他们有空的时候就约会 很像正处于热恋中的一样 有消息来人的人士向媒体透露 他们因为繁忙的日程安排而不能经常见面 但他们珍惜彼此 Daisy方面通过所属公司正式承认了恋情 他们的声明是 在核实之后 我们确认他们已经交往了三个月 彼此都很感兴趣 但是宋远亨的反应非常强烈 宋远亨的经纪公司YG娱乐表示 只是有好感 见过几次面而已 并不是在交往 事实上 这无异于否定了这个绯闻 情况令人尴尬 当时传出恋情 是在Mommeland回归一个月前 原本计划回归的Daisy 因个人原因宣布中断活动 令人惋惜 在韩国流行音乐行业中 恋爱是不得到支持的 所以如果这两位歌手在恋爱中 那么他们肯定低调处理了 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金昭银 孙浩俊 金昭银当时和演员 送在林郑平界 我们结婚了 成为话题人物时 就爆出了绯闻 绯闻对象就是演员孙浩俊 金昭银和孙浩俊 因为凌晨两点 在孙浩俊家门前 约会的照片 被人怀疑在交往 在绯闻引发话题的情况下 孙浩俊通过所属公司表示 虽然认识没多久 但正以良好的感情在交往 承认了恋情 而金昭银否认了恋情 接着金昭银解释了 被抓拍的背景 说不过是因为 演员赵在允结婚后 欢庆会的场所 设在孙浩俊家而已 具姿玉 蔡秀斌 演员蔡秀斌和棒球选手 具姿玉在街头约会后 传出绯闻 当时两人手牵手走在街上 除此之外 他们也出现了挽着胳膊 或用情侣手机壳等 多数看似恋人关系的行为 另外 蔡秀斌的朋友 在蔡秀斌的 ins上留下了姐姐 好好交往欧的留言 为这则绯闻增添了舒服力 绯闻传开后 具姿玉表示 自己是通过熟人介绍 认识了蔡秀斌 据说才刚一周 事实上 在具姿玉成认恋爱的情况下 蔡秀斌表示 绯闻毫无依据 蔡秀斌方面否认了恋爱传闻 称拍摄结束后 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见过一面 但是没有另外见过 结果 连具姿玉也改口说不是真的 两人短暂的恋爱传闻就此结束 金太炎与Rowie 前几年圣诞节的时候 金太炎被拍到现身Rowie家 疑似在南方家中 享受甜蜜约会 Rowie是韩国男子组合 Vix的成员 是业内有名的音乐才子 有着很强的创作能力 至今为众多歌手 与组合创作过歌曲 虽然没有特别火的歌 但因为他是创作人 拥有着版权收益 因此他也有着版权富人的称号 光靠版权费就收入颇风 太炎与Rowie在之前 因为音乐以及节目等合作而认识 两人年龄相差四岁 虽然是姐弟 但是相处的还算很不错 在恋爱说出现之后 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 虽然也有不少支持 两人交往的网友 但很多粉丝都在等待 双方公司的回应 被暴恋爱后 金太炎所属的SM经纪公司 发声否认 表示太炎和Rowie 只是关系很好的前后辈 两人会一起制作歌曲 但并没有恋爱 女方公司态度明确 男方公司Groloen的态度 却再三反转 据韩媒报道 一开始有名公司的相关人员 爆料称 Rowie确实和金太炎在交往 还说为了两人 可以继续美好的交往 请克制推测性虚假报道 但公司随后的官方声明 却表示 Rowie和金太炎 确实只是前后辈关系 像朋友一样相处得很好 因为韩国媒体瞎造谣 发布恋爱说的新闻社 在没有证实的情况下 顶替Rowie公司承认了恋爱说 因此造成了双方公司 回应矛盾的混乱局面 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都蒙圈了 一方承认一方否认 这是要闹哪样 因为有不负责任的韩国媒体 发布造谣新闻会小视听 太炎与Rowie的恋爱说 热度持续飙升 直到后面 Rowie公司亲自出来发表官方声明 恋爱说的真实性才逐渐明确 与SM公司一样 Rowie公司也否认了恋爱说 表示两人只是像朋友一样 相处的前后辈 在双方的公司都进行了否认之后 虽然网络上还有不少质疑 认为两人确实在交往 只是因为迫于压力 而没有承认而已 但双方都说是前后辈关系 但无端猜测也没有用 还是以双方公司的回应为准 惠宾 Marco 女团MOMALAND成员惠宾和组合 1B出身的Marco 被人推测出恋爱 一开始是被网友发现两个人两人 使用各种情侣item的证据照 因此引起了热议 比如同款的项链 同款耳机 衣服帽子 还有情侣戒指 不得不夸一下粉丝们 简直是福尔摩斯 因为粉丝们的热议 Marco于16日晚 在粉丝群里澄清自己与惠宾的恋爱说 并不是事实 并声称自己出生后 从来没有戴过情侣戒 殊不知女方那边的所属社 MLD方面表示 向惠宾确认的结果 是她正在与Marco恋爱中 啪啪打了男方的脸 随后在下午 Marco突然改口 在自己的ins上发表长天文章说 让粉丝们担心了 很抱歉 承认与组合Modeman成员会并恋爱 并向粉丝们道歉 对此 不少网友纷纷对Marco否认恋爱的行为 表示不应该说谎的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小师姐的视频 可以点击订阅关注 喜欢谁就告诉小师姐 哦小师姐会每天给大家更新最新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